國小生BNT疫苗今天開放施打 其中國小學生BNT疫苗會比照之前莫德納的接種方式 採取校園集中接種以及醫療院所補接種的方式來執行 一找家長就帶著自家小朋友前來施打 根據市府統計 桃園市約有13萬的國小生符合接種資格 會成統計大概有六成的家長同意子女入校接種BNT疫苗第一劑 市長周園參與特別前來視察施打雙況確認整體的動線 BNT的兒童疫苗是5歲到11歲 那因此主要是以國小的學生為主 那如果是5歲還在就讀幼兒園的部分 那我們如果人數多 我們還是一樣用梅河診所去接種 那如果人數少 那就直接到這個診所就經接種 那原則上我們桃園提供了7萬多劑 那應該是夠的 如果不夠 我們還會跟中央來爭取佩付 那希望這一波的國小的學童 那麼包括莫德納接種仍然在進行 那BNT的接種 我們希望能夠順利的安排 讓很快的都完成 目前公私立國小國中以及高中 只從5月23號開始到29號會暫停實體課程 採取遠距教學 市府也將協調各學校安排學生施打疫苗 盡快提升保護力 接著就連續一方 口眼產報答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